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Math学院AngryBot实力分析及游戏发布流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 那么本期的话呢,我们将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角色射击以及碰撞检测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首先就是角色射击 在游戏运行的时候,我们点击鼠标左键,就可以进行射击的操作了 同时射击的方向就是我们鼠标的方向 并且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射击的方向有一条发出去的射线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射击发出去的子弹 还有就是枪塘发出的火光 同时这个火光还会照亮其他的物体 同时能够听到射击的一个音效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射击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以在游戏当中来体验一下 好,我们运行我们的游戏 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我们的角色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攻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时候点住鼠标左键的时候 有子弹飞出去 同时如果我不点鼠标左键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雷射的一个光线 就是我们的相当于是我们的瞄准器的一个光线的雷射光射出去的 好,然后我们进行行走 那么这个光射出去,我点鼠标左键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子弹 同时可以看到枪塘射出来的火光 同时这个火光呢,还能够照亮其他的物体 看到没有 还会影响周围的一个物体的一个光 这个地方,这个是能够感受到光的 就是能够照亮其他的物体 当然,这个地方应该是勾 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勾选了这个可以被照亮的 有一部分是没有勾选的 它是能够受光的 像这一块地面的话 它就没有进行这个勾选 好,我们现在就到了场景的边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具体的看一下 这一块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好,我们继续来看思维导图 首先我们来选中角色物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角色物体身上的那一套装备系统 先把对应的收起来 好,我们点击我们的player 好,首先在sense视图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角色 然后这里面教大家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正常的点击这个三角的话 它只是对应打开下面的 比如说这些下面还有一些三角 当然如果我们按住alter 然后再点这个三角的话 就是下面它能够展开所有的紫层级的一些三角形都能够全部展开 大家看到没有 就全部展开了 然后在最下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weapon slot 就是我们的武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给勾掉的话 那么整个这套武器的东西就没有了 main weapon 就是我们的整个武器了 看到没有 好,然后我们的这个weapon slot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下面还有一些组件 就weapon slot就是我们的主要的那个就是组件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材质 我待会会讲 然后下面的话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子弹 就是我们子弹的生成的位置 还有就雷射 就是我们的射出去的那个就是瞄准器的那个光线 还有model flash model flash的话呢 就是我们开枪的时候 这个枪堂的这个火光 好,这些就是它的一个子物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选中的weapon slot上面有绑定了很多的脚本 那么这些脚本呢 对应的是什么作用呢 我这地方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的autofire 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动开火 那么这个自动开火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子弹给绑定上去 就是我们这张installed bulle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子弹 就是我们的installed bullet 就是我们的子弹的一个perfect 就是我们每次开枪的时候呢 就会生成一个bullet 就是会生成一个这个子弹 其实子弹 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子弹 其实就是一个子弹发出去的一个效果 就有点像火光的那种效果 一速一速的就发射出去了 那么在我们运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应的 就是其实发射出去的 也就是这个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弹 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子弹 飞出去了而已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在动 就是我们的installed bullet 它有一些克隆物体 看到没有 它就是其实在不停的循环 不停的在进行一个移动而已 然后每点一下 它都会生成一个bullet 然后它就会在这几个bullet里面生成 然后就是显示而已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autofire上面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 好 我们继续来看 autofire上面还有就是我们的sprint point 就是我们的子弹生成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是我们的bullet 然后拖拽放上去 然后fiquancy呢 就是我们的生成的频率 空angle就是一个角度 firing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勾选过后一个效果 这个具体我也暂时没有了解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一个开火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在点击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firing 然后firing如果是被勾选的时候呢 它默认的这个就是下面的枪塘的 我们冒火光的效果呢 就会被显示出来 damage per sync呢 就是我们的子弹射出去过后 每秒造成的伤害呢 是三 30 false per sync 就是我们的射出去的每秒的一个力呢 就是20 hit sound 就是我们的声音的一个大小 model flash 就是我们的枪塘的这个火光的这个效果呢 是调用的model flash 就是我们这个flash 那么整个这个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 autofire这个这个代码 所有的实现代码都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 其实都很简单了 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那些 全部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一个参数 然后对应的那些实现的内容呢 就是if firing 就是是否是在开火的状态 那么开火的状态呢 就会有声音的播放 然后还有枪筒冒火的播放 然后子弹的一个生成 以及发射出去的一些内容呢 就全部写在update的函数里面的 然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对应的控制我们的枪筒的是正在开火 还是停止开火的一个一个函数的一个操作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autofire的一个脚本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trigger on mouse or joystick 就是我们的 是通过我们的鼠标 还是通过我们的虚拟摇杆来进行一个控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 trigger on mouse or joystick的脚本呢 就负责根据我们的input的输入来控制角色武器的一个设计动作 那么通过这个脚本的话 就是当我们有mouse down 输入的就是我们鼠标按下的时候呢 weapon slot物体上的onstartfire函数 将会被调用 同时呢当mouse up信号传入的时候呢 web slot上面的物体上的onstopfire函数将被调用 就是我们当刚才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onstartfire就是开火 然后呢fire函数呢 就是当这个的函数的话呢 是在我们鼠标点下去过后呢 就会被调用 然后当这个呢 就是鼠标抬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被调用 那么他这个鼠标点下去过后呢 就是fire首先为true 那一旦我这个地方为true的话呢 就会对应的update是每一帧都执行嘛 然后就会对应的进入到这个里面 然后对应的执行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然后的话呢 如果stop的话 false呢 肯定上面就不会执行了 同时modelflashfrontactive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枪塘冒火光的 会显示一下 受位处就会显示 同时播放一次声音 对应的呢 就是关闭fire 就是同时那个枪塘冒火的光烂 然后停止 同时停止声音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 trigger on mouse or joystick的一个函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当我们的子弹生成过后呢 子弹实体呢 会受到其自身附件的组件而自行运动 simple bullet脚本呢 则是控制子弹的一个飞行速度 飞行时间 以及最远距离的 这就是我们下面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操作函数了 哎 simple bullet脚本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simple bullet脚本放到哪里去了 这个地方是综合到了一起 就是我们的刚才讲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还会控制子弹 boleet 这个地方啊 simple bullet就是绑定在子弹上面的一个脚本 它呢可以控制子弹的速度 还有就是生命周期 还有一个就是disk就是一个距离 distance就是一个距离 飞行到一个最远距离 好 那么在子弹运行的过程中呢 其余场景的物体的 例如敌人的碰撞情况呢 只有perfirmrequest脚本负责 那么该脚本呢 就是控制在每针过程中 通过发射一条射线 就是physicsrequest的函数 来判断子弹在行进过程中 是否与场景物体发生碰撞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就perfirmrequest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脚本 其实这个脚本呢 主要的方就是这个地方 request 就是它会返回一个 就是你有一个碰撞信息 同时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就指子弹是消失 还是继续向前飞行 如果是碰撞到了 那肯定就会消失 同时对应会有一些个减血的一个操作 好 这就是我们的perfirmrequest laser scoop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laser scoop脚本呢 和light render的主件呢 就是用来负责 我们渲染武器的一个激光光速效果 laser material呢 基于我们就是生存光速所需要的一个材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laser 这地方我们可以选一下laser material 它这个地方是红色的 我们这地方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发出去的一个蕾色光呢 肯定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光速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边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材质 它其实有一个旋转的角度 就是我们的蕾射光 不是直断断的一条线 就有一点模拟 我们真实情况下的一个蕾射光射出去 有一些衰减啊 或者有一些变化的这种情况 这样就会更加的一个真实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明显啊 它就不是一条纸线的那种 好 那么对应的这些laser的一些参数呢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实验一下 这一地方就不用多讲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比如蕾射光 换成一个其他的颜色 看一下有没有反应 laser texture 我们换一个比如说其他的颜色 我看换一个这个颜色有没有影响 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当然这个的话呢 可能就是更加明显一点 这个这个 但是这个的话呢 就不太真实 就感觉我们的蕾射光太强了 一般我们真实的枪 不会有这么强的一个蕾射光 因为当然别人这个官方例子 他做的应该是非常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texture 好 我们接下来的话 还是把它替换回去吧 还是替换成 laser laser texture 这一张 OK 好 我们替换回去了 整体的话呢 这个角色的他的武器系统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的话呢 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 laser flash laser flash的话呢 就是我们 他是我们控制我们枪塘上面的这个火光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角 这个就是我们的枪塘爆出来的一个效果 当然 他这个地方用到了一个材质嘛 然后这个材质 啊 他进行了一定的旋转和位移 这个 这个美图看看这个图片也有点问题啊 他打开有一点 打开有一点问题 可能会爆错 这就是我们枪塘发出去的两 两个一个火光的图片在这个地方进行的一个使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还有一个flash的一个播放嘛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是通过这个model flash animation这个脚本来控制这张图片的一个变化来达到刚才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好了 那么角色的话呢 就是基本的 嗯 攻击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碰撞检测 然后角色的这个武器的这套系统大家可以继续去看一下里面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如何来发射一条射线 然后来控制就是根据我们鼠标的方向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内容 大家可以具体去看一下脚本的实现 当然 看不懂也没关系可以直接拿过来用嘛 上一集课也讲解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在你啊 这个还有就是在你用的过程当中呢 就能够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个新的理解 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碰撞检测 那么我们讲完了游戏主角的控制过后呢 需要了解主角接近石门的时候 石门呢如何进行控制 并且在场景中显示了mod box游戏对象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的游戏角色走动的时候 我们走动到这个地方 这个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过来的时候这个门就自动的打开了 然后我们再过来 这个门又自动的打开了 这个的话呢 它肯定是有一个碰撞检测的 对吧 它肯定是检测到了我们我们具体的位置 然后这个门才能够进行对应的打开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接着走 这个还有一个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门 它自动就会打开 对不对 我们就相当于发生了碰撞过后 这个门就对应的打开了 看到没有 好我们再走 而且同时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就是首先我们走过去 会检测一个碰撞 然后呢这个门播放一个动画 然后陷下去 然后我们人就可以穿过这个门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过程 当你人离开过后呢 这个门又又播放一个动画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找到这个啊 modebox 这个呢就是我们控制就是modebox 嗯 manager呢就是说来控制 啊我们点一下这个左边的一个三角形按钮 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呢都是我们不同地方的门 当然啊所有的这个门的话呢 它都继承了一个脚本就是我们的modebox脚本 这就是我们的modebox脚本 那么modebox脚本的话呢 嗯 这个地方它主要就是啊 绑定的脚本主要就是用于对环境氛围的控制 包括就是嗯 啊游戏的降噪游戏的物效等等 当然我们游戏主角接近石门的时候呢 石门触发器会触发而进行开启 那么此过程呢啊处理通过player side door进行一个控制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player side door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会找一下啊 这个地方player side door就是我们的角色啊 在门旁边了 那么就会通过这个脚本来进行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物体 来进行一个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外面有一个方块 啊这个方块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碰撞体 就是当角色靠近这个物体的时候 我们还是找一下吧 找一下角色旁边的这个 我们找一下这个地方啊 好这个门吧 好这个门吧 他嗯点到没有 隔近一点看能不能点到这个门 不好选 因为物体比如说东西比较多好 我看一下师傅选到了 啊我们这下好像选到这个物体了啊 太多了 反正monobox呢 因为啊东西有点多嘛 反正啊就是说我们刚才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选择这些啊 过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嗯 在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外面这个外围就是一个我们的碰撞盒子 然后当人啊接触到这个碰撞盒子过后呢啊 啊就会触发我们的trigger on tag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他看一下他的trigger tag标签呢 就是我们的player 就当我们的player碰撞他的时候呢啊 才会进行一个触发触发的时候 然后就会播放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呢就是我们的角色 我们可以在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播放了一个动画是这个动画 我们随便找一个门 嗯 好我们找一个门吧 然后他肯定会播放一个动画 可以看一下啊 我来找一下 他播放了一个是一个门啊收缩起来的一个动画我找一下哈 看一下刚才这个动画跑到哪里去了 player side door 在这个地方下面应该还有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的man man external door 这个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my other mission 我们可以看一下详细的就是我们play with speed 就是我们的他肯定是有一个动画 然后进行那个播放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他还可以控制他的一个播放的一个速度 以及啊这个动画的一个切片 动画的名称就叫external door 我们搜索一下 xter 啊 这地方就有了 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动画 他就可以看我们选这个门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要选这个动画的时候 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好 这就是我们在就是3d max里面已经调好的一个动画 在这个地方就进行啊一个使用就ok了 而其实整个工程的话呢还是挺复杂的 然后大家啊只能说我们现在讲解的是一些零散的一些东西 大家就也是对前面知识的一个复兴嘛 然后你要向整个工程进行一个完完整的了解的话呢 只能逐一逐一的啊去理解每一块他啊具体的一个内容了 嗯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需要注意的后 呃就是呢 刚才我们展开了相应的一些脚本嘛 然后也看到了一些石门的动画 以及他碰撞的一个实现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player side对象呢 他的box clear呢就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开启触发器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这个地方触发器必须要开启就是trigger对象 我们必须要选中啊 在这个地方 doss tlinerside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们的box clear呢就是trigger必须要选中啊 那么才能够就是进行对角色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触发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肯定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以及其他的一些碰撞看到没有 但这些就是其他的内容啊 这个地方我就不再啊 过多的讲解了 大家就是逐一的啊去理解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 以及啊熟悉代码的同学呢 再把代码给可以看一遍 这样的话呢能够加深对啊这块内容实现的一个啊理解嘛 然后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大家可以啊 刚才讲的还是自行的去编写一下代码 能够较好的理解一下他啊 他就是国外的人的一些设计思想和思路 同样的大家也可以就是我们抛开他这一套系统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拿一个很 比如建一个很小的场景来进行一些啊单独的一些实验 看一下这些内容可不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游戏场景当中 就其实就达到我们这个学习他案例的一个目的了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习他案例的时候呢 觉得他里面好的一些啊方法或者一些设计 我们可以啊应用到我们游戏当中来 同时把整个这一块的功能啊或者实现方法给理解到了啊 就算我们对他这个案例最大的一个吸取了好了 本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啊 那么本期阵言就是风可以吹起一张大白纸啊 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 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好谢谢大家 exempelvis 大家看